三岸歌手何韻詩 他因為擔任了 立場新聞的董事 在12月29號的清晨 遭到了國安處 以串謀發布及 複製煽動刊物的罪嫌逮捕 一直到30號傍晚才保釋 那麼他走出警署的這個畫面 正好被拍下來了 在身後有一名男子同荒守護 感動了不少網友 何韻詩也寫下說 我好愛這個人 附上一個哭臉的表情 那麼畫面當中一個男人 他是靠著牆 站在他的身後 其實他就是香港歌手黃耀明 這個天文已經有5萬人按讚 很多網友留言表示 外面還有成千上萬的人 心信你們支持你們一起加油 那麼另外香港警方國安處 是突擊突襲式的搜索了 港媒立場新聞 那麼並且逮捕了前任高層 以及相關人員 也引發了歐美各國發表聲明 呼籲北京跟香港政府 應該要釋放媒體記者 新聞及言論自由 不能成為犯罪行為的黨箭牌 在香港特區從事新聞工作 必須嚴格遵守中國和香港特區法律 違法者必須承擔法律後果 任何國家和組織 以及個人 都無權干預香港事務 一些外部勢力 打著所謂新聞自由的幌子 對香港特區 依法開展執法 說三道四 完全是顛倒黑白 混淆視聽 好 這要跨年了 我們帶你來看 滿天白雪 天寒地凍 北極持續的寒冷空氣 讓北半球很多的國家 準備迎接極凍的跨年 像是美國加州降雪量 創下了半世紀來的新高 有民眾說往自家門外一跳 像是跳到游泳池裡面一樣 整個人消失了 美國從耶誕節以來大雪不斷 各地打破12月降雪紀錄 一路從白色耶誕 變成極凍跨年 加州降雪量更創50年新高 蘇石攝影拍下驚人景象 積雪厚度像吃了大粒丸 快速長高 屋頂還長出了一根 超粗大冰柱往下貌 一早醒來庭院 已看不見半寸地面被雪覆蓋 這積雪多深 白茫茫一片看不出來 這位身高約152公分 小男孩縱深一跳 結果整個人瞬間被雪掩埋 連頭都看不見 大雪天開車外出多危險 奧雷岡州有駕駛行進公路時 一顆高大樹木不敵 積雪重量 傾斜倒下 往擋風玻璃砸 幸好樹枝沒有刺穿玻璃 否則後果難以想像 別半球跨年碰上北極 釋放寒冷空氣 亞洲的日本 許多地區也預計在大雪中 迎接新年 積雪恐達一公尺 提醒跨年元旦最好待在家遇寒 也能避開危險交通 記者綜合報導 好 說到這個病毒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Omicron 趕快持續來follow 它的傳染力被形容是 如閃電般這麼快 全球過去一個禮拜 平均每一天新增的確診 都是突破百萬大關的 泰國有一隊得到 Omicron的夫婦 他說他去了幾間酒吧 結果沒想到他們兩個人 就傳染給將近250人 那麼在美國則是以每秒感染三個人的速度在傳播 白宮的防疫顧問佛奇也認為 這個疫情可能會在一月底達到高峰 你能想像Omicron傳染速度有多快嗎 根據統計 過去一個禮拜 各國通報的新增確診病例 總和超過730萬 等於平均每天新增超過100萬 是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紀錄 泰國就出現了超級傳播者 泰國一對夫婦自比利時返國 快篩成陰性後 隔天去了幾家酒吧狂歡 其實他們已經感染Omicron 結果把病毒傳染給248人 範圍擴散到泰國12個地區 而美國Omicron的疫情則是大爆發 這個禮拜今有190多萬確診案例 相當於每秒鐘就有3名美國人染疫 加州28號 已經成為美國第一個確診 超過500萬例的州 白宮防疫顧問佛奇估計 疫情將在1月底達到高峰 而面對Omicron的恐怖傳播力 美國CDC建議大眾應該避免搭郵輪 無論是否接種疫苗都一樣 另外歐洲重災區英國最近單日確診 逼近19萬 創下歷史新高 住院人數在一週內翻倍 使醫療體系在備戰狀態 並且準備興建巴索野戰醫院 法國則是後來居上連續兩天確診超過20萬 巴黎現在也開始實施戶外強制戴口罩的規定 至於俄羅斯新冠死亡人數已經超過65萬 正式超越巴西成為全球第二 僅次於美國的82萬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看一下美國 在紐約的單日確診是打破紀錄了7萬4千人 但是時報廣場 今年的跨年還是要照常舉辦 雖然說因為疫情有縮小規模 但是也有要求民眾都必須要打完疫苗戴口罩 儘管層層的把關 儘管有可能會被感染 很多民眾還是搶著要去跨年 3 2 1 紐約時報廣場倒數水晶球就位 撒紙片測試完成 舞台架設進入最後階段 維安的警力開始進駐 今年跨年再度開放民眾進場 不過因為Omicron疫情 人數限制1萬5千人 只有以往的四分之一 參加的民眾都要完全接種疫苗 並且戴口罩 過去早上10點開始入場 今年改到下午3點 而紐約州單日確診 衝破7萬4千人 連續幾天創新高的狀況下 民眾對於跨年活動依然心智高昂 每年的重頭戲跨年倒數 操作全場巨型螢幕的團隊來自台灣 負責這個任務已經超過10年 他們必須讓螢幕上的倒數數字 和水晶球落下完美搭配 誤差必須控制在60分之一秒內 今年還加入主持人 和現場的螢幕即時互動 而這個人數不多的團隊 還得要小心防疫 疫情下 美國主要城市的跨年活動 如常舉行 但公衛專家還是不斷提醒 最安全的跨年 還是好好待在家裡 記者林志慧 紐約採訪報導 Thank you so much Rob uhhh 對 我аю achel 我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